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泰書評 我是施詠泰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書叫 《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文叫快思漫想 這本書是由Daniel Kahamans寫的 而他是一個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得獎 這本書由2011年推出至今 一直都排在書評龍虎榜的頭十位 因為的確是很有名的一本書 裡面是說什麼呢 裡面是說我們有時想法有分理性和非理性 這本書中將我們想法的系統分為系統一和系統二 簡單來說系統一是我們很多時候憑直覺 不需要多去想 亦都很快很自動化我們就可以決定到的一些決定 譬如我現在問你一家等於多少 譬如你每天吃飯每天開車去一個很熟悉的地方 你很多時候你不用想 很自然反應已經幫你做了這些決定 而系統二就是一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譬如我問你一個複雜點的數19乘32 譬如我問你某一個英文字 你會去想一想究竟怎樣串呢 這些牽涉比較複雜的一些思考的時候 你就會用到系統二 而你用系統二的時候你也不能分心 是很難做到一心二用的 在我們每天去思考的時候 每天去思考的時候 大部份的時間其實是系統一主宰我們的思考 而又只是小部份的時候需要入到系統二 而這本書籍要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因為懶 又或者我們不想花那麼多時間 我們很多時候就用了一些主觀的感覺 用了系統一去決定一些事情 譬如我們看到一個人 我們會想他是有錢還是沒有錢 他是否一個好人 所以大家在去做一個決定的時候 一定要很清楚想想 究竟我們的決定有沒有經常性 因為懶 因為想省時間 被系統一取代了 這本書我強烈推薦大家去看 《Thinking Fast and Slow》 會對你們去下決定的時候 為甚麼會下決定呢 去提出一個頗充分的解釋 好了 今天阿泰講書的時間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有甚麼書想看 或者有甚麼書想了解多一點的話 歡迎你們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我們看不同的書 多謝大家